好 来看这个天气异象 高雄市的美农和六龟地区 昨天下午4点多竟然下起了冰雹 一颗颗小白球从天而降 掉到地上后还反弹乱跳 天空下的其实是冰雹 这里是高雄美农 18号下午突然下起冰雹 砸到民宅屋顶叮叮咚咚的 发出撞击声响 美农美农下冰雹 情况感觉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看 看来到一颗一颗的冰块 掉下来 冰块掉下来 声音很大声啊 然后跑出去看那个地上 都是那一粒一粒的那冰块 对吧 以前有见过吗 以前没有 没有见过 会不会觉得很新鲜 对啊 也新鲜 看到天气异象 民众兴起的赶紧拿DV拍摄下来 其实美农去年7月也曾下过冰雹 高雄气象站人员说 美农和六规大范围下冰雹 都是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 非常严热 然后它那就是有最流旺盛这样子 它把地面上的那些那个水汽啊 往上抬得很高 就造成那个 所以高风上低于温度 低于零度的时候 它就变成那个冰块这样子 大小大约上5块钱硬币的冰雹 持续下了10分钟 很多民众是第一次看到 又惊又喜 幸好从天而降的冰雹 没有杂伤人 昨天新闻两下文报经营 高雄报导